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早就开始录 因为今天要挤着要办几件事 仓促了一点 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 我生怕下午回来以后呢 把这事耽误了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孙志刚事件 这个大家我想会知道的 年轻点的朋友 要是时间过去也不长 就是20年左右 不到20年 19年 如果大家年轻的朋友 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以到百度任何一个搜索引信上去搜一下这个孙志刚事件 都可以了解这个事件的真实情况啊 细枝末节 百度就有很详细的介绍啊 嗯 这个孙志刚事件发生在2003年 由于他的这个孙志刚当然死亡了啊 由于他的死亡 又有一种有一种有一种说法 现身以中国的法治事业 推动了一项善法 对一个恶法的取消和一个善法的建立啊 当时还是温家宝任总理的时候 迅速实施了这个 颁布了这个 新的就应该说是善法吧 呃 颁布一个月不到 就在那年的就是03年的8月1号 就开始全面实施啊 这是03年的事情 呃 这件事情呢 应该说是是值得纪念的 是通通过不是要法治建国吗 呃 所以说在这个推动我国的这个法治建设这个道路上 呃 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呃 更由于他背后的这个 呃 更由于他背后的这个 推动这件事情的这个 这个进展 和发生变化的这些 呃 后边的这些人呢 关键人物呢 呃 就他们自称为公民 而这些人说出来 大家也许也许都熟悉啊 多数都熟悉啊 正是由于这些人以公民的身份 呃 现身 社会 向人大 呃 向社会各界呼吁和提起人大进行这个特别调查程序啊 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啊 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才导致了这件事情的迅速发展 呃 直至几乎就是以一个周期 就是30天为一周期 甚至更短 20天为一周期就有一个变化 呃 几个变化以后呢 法就颁布了啊 呃 我们呃 为了叙述方便 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再跳跃着 把几个时间段 时间点 在这提提供一下啊 呃 孙志刚是火北人 他在广东打工 呃 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十年27岁 就是发生事件发生那年是27岁 呃 死亡也是当年死亡的啊 呃 他在广东打工的时候月薪2000块钱 刚刚寻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就是平面设计师 呃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可能是不是广告公司呀 还是呃 游戏公司啊 等等啊 总之 他是一个平面 搞平面的啊 啊 湖北孩子打工的啊 大学毕业也也刚刚两年啊 有一天他是喜欢上网 由于单身居住 不具备这个条件 电脑啊什么 所以他晚上去赶到一个网吧去上网 呃 在上网这个途中 被当地的这个整顿人员 哎 给叫住了 后送到派出 先是派出所 后来送到了这个收容站 哎 收容 收容站 就是城市乞讨流浪人员 收容站 收容遣送 收容以后呢 然后再遣送回原籍 他的基本功能是就这两点啊 在这期间呢 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就是 就是孙志刚 就由于这个细节就比较复杂 在这个救助站里啊 哎 在这个遣送站里 收容站里 死亡 当然了 后来这个欲盖弥彰啊 有很多来自于管理方的这个解释啊 都是牛头不对马嘴 哎 显然是厚补的 无证可查的 有你去说的啊 在这种 这样一种情况下 这个事件通过媒体发酵以后呢 哎 引起了北京的三位博士 后来这件事情被认为大家是成为一种典故 就是三博士啊 三博士上书 哎 三位博士是谁呢 哎 三位博士这个就是一个是一 哎 于江 于江 于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这个 科技大学法学院的 哎 博士 另外一个 哎 剩下两个我还都认识 滕彪 哎 中国政法大学 哎 学院的博士 还有一个徐志勇 油电大学 文学 文法学院的博士 哎 这两个人我都拍过 分别拍过他们的这个 这个 奴隶走向公民社会 哎 这个片子啊 哎 访谈片啊 哎 他们俩人 正是在这次孙之刚事件中呢 现身 然后勇于现身 哎 当然还有前面那个于江啊 然后从我录制的 我录制的他们的谈这个公民社会这个话题啊 走向了实践 哎 当然我是在之后录的啊 就是说他从这个咱们回顾这件事情来讲呢 他们是从理论走向实践 以三位公民的身份 哎 法学 博士 公民的身份 哎 提出了 向人大提出了这个 哎 对这个 收容战这个功能的质疑 就是说对公民的迁徙自由 啊 寻找工作 异地居住等等这种自由啊 哎 提出了事宜 因为他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直接冲突的 哎 这件事情立刻在北京啊 得到了更多的学者的呼应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03年 刚刚 三位博士 刚刚提出这个以后 在5月23号 就有贺卫方 盛宏 啊 沈规 萧寒 何海波 哎 五位学士啊 都是学者 都是法学 呃 法学界人士啊 学者 他们立刻向这个人大 哎 常委会提醒了 要求启动 特别调查 程序 哎 对这件事情 要 一定要 因为他 这些作为学者呢 从法理 从各角度来讲 他们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呢 对中国 法治社会的建立 隐隐地有着一种推动 呃 反制 就是一种破坏的作用 所以这件事不能不容放过 哎 所以他们集体 呃 上书啊 这件事上书以后呢 我刚不是说了吗 呃 呃 所有的这个进程 一个点 一个时间点 一个时间点啊 都是几乎是在二天左右 十天左右 甚至七八天左右 就一个周期 就有一个进展 这在我们国家现在到现在看来是比较罕见的啊 因为在 在5月23号五位学者啊 补充前面三位博士的这个 呃 上书 要求启动 特别调查 程序啊 接着 这是5月23号 接着在6月20号 这不是正好一个月吗 6月20号 这个温家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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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不会有差的 这个办法是在5月20号 问总理签署了 所以后来我们把它叫381号文件 实际上是一个错误 是理解错了 因为在03年的 也就是在还是在当年 6月20号文家宝签署 在8月1号就开始全面实施 在全国实施 没有一个冷却期 一个过渡期 几乎就是在非常迅速的 这个法就推广了开来 所以我们叫做03年8月1号 就是381 我们习惯把它叫做381号文件 实际上不是381号文件 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叙述 为了叙述方便 我这我这纸上记了几个时间点 给大家说一下 所以这个时间 这个在我们我国立法史上 的确是一次非常迅速的 执行过程 6月5日 广州立案 6月20日 颁布 文家宝颁颁布 文家宝颁颁布 8月1号 全面实施 同时呢 废止了这个 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把这个取消了啊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 当时那时候我还当时对这个许臭勇啊 腾标呀这些汉都不认识啊 我们只是突然听说这个城市里边的我们做这种理解因为不是法界人士啊 那说是新颁布了一个办法 是救助办法而而废除了遣收容遣送的老办法 哎我们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细微差别呢 作为我们当时的理解啊 大家纷纷就认为就说假如你在外地 另外一个城市丢失了钱包或者遭人抢劫或者遭种种种意外 甚至疾病倒闭 不是倒闭啊 倒在了街头等等这个意外情况下 你在当地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协助你的情况下呢 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新颁布的这个法律啊 就是通过救助站 协助你 保障你的生活 直到走上返乡道路啊 大家都觉得这是哎 这个法挺有意思啊 可以使我们每个人 可以得到一种生命保障啊 且不知这个背后呢 实际上他更指的是流浪 大批的几乎是半职业身份流浪于街头的这些人员啊 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一个回归家庭的可能 不是我们丢了钱包还可以想把回到家里 他们这些人就根本连回家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孤儿啊等等啊各种原因啊 而更不知道呢 在这件事情 发酵之前的那个源头呢 竟然是一个二十七岁的一个七年的死亡所引起的 所以我觉得纵观人类历史上 我不能谈法理谈得很深 但是我知道很多例 尤其美国很多立法都是在实践实际案例的基础上 设立一个新法 这样才在实践中逐步推广 使国家大法越去完善 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办法 老学者们坐在那挖口心思想 不如抓住实际的案例 以某案例为准 然后也分析他的内理 利弊 然后设计一个新法 这是应该是世界各国行通用的吧 我注意到一些话是这样 由于某件事件 最后立的法 是这个情况啊 所以这个孙世纲的遗骨 被安葬在湖北黄港 他的老家 在他有一块木质名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块木质名 在木质名里 除了提到前面的这几个 提到了前面这几个进程啊 由他引发的这件事件的进程之外呢 同时还提到了 他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 推动了中国法治的建设 这个语意很深啊 所以这是这块杯子啊 大家请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救助法啊 是温家宝签署以后是03年颁布的 我现在就说到我自个儿啊 我们救助天安门流明啊 是在08年年底 我当时一篇特稿吧 年终特稿啊 冷暖人间 当时标题就叫冷暖人间 发现了天安门广场这个侧面 这个火车站底下 在这花墙底下有一些流浪人员 在地窝子里头躺着 半地下的那个里边 窝里躺着 就是后来我已经讲过的 我的流明朋友们啊 大批的流明朋友 最多是我达到了 我们收容了有30多个啊 在奥运前后呢 那个广场每天收容的有四五百个 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北京市民 他们就是一些老人 有请节约 请柬节约这个意识的 这个传统意识的人 他们也到天安门广场捡瓶子 鱼龙混杂混在一起 把这些人甄别以后呢 剩下的人就送到了东坝 剩下的就是真正的流明啊 送到东坝 东坝是北京东边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 就是在温家宝这个签署 这个法令以后呢 建立起来的一个 救助人员管理站 城市无拙人员救助管理站 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啊 当时 我的救助的流明呢 至少有七个人 包括老葛 王 王这个 包括这个谁 流明总统 王一海 他们都被 收容到这个东坝了 当然说是临时收容 据说他们的程序是这样 进去以后呢 经过安检 全套的设备啊 由于建立这个站以后呢 就是因为 文家宝这个 指令下来以后呢 所以收容站 也 这个管理水平也提高了 设备也提高了 简直就和上机场一样的啊 进机场一样的 各种安检 房哥手套啊 等等等等啊 所以 他们进去以后呢 一旦住进去以后呢 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内 查明你的身份 和你的家乡 政府联系 联系上 联系上以后呢 提供你 返乡的这个路费 在这七天之内 在管理站这个 七天之内呢 男女分居 有病 医病 老年人 必须得到照顾 这都是法律上规定的啊 就是381号那文件上啊 法律上规定的啊 然后呢 在一个星期左右呢 查明身份以后 把他们 联系当地政府以后 这就不叫遣送了啊 或者叫护送吧 提供路费 你就返乡 不要在街头流浪了 这个办法的话 颁布以后呢 这个老王老葛 这些人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 因为当时那个管理站人员给我打来电话 说是有好几个流民 都说是让跟我联系 哎呀 我其实挺感动的啊 流民们认我为朋友 因为我前面无非就是 东远网民去 救助了一下他们 他们认我是朋友 他们现在被关在这儿 一旦问他们的亲亲人 联系他们家人 他们都是流浪 多年在外 就没有办法可联系 所以他们都一直说 那你就找老张吧 老张能说清楚我们的问题 哎 所以电话打来以后呢 我就坐那个车啊 公交车倒来倒去 倒来倒去 找到那个非常偏僻的 在田野里边的一个 哎 一个管理站 那我看那个管理站 一是立体的金字啊 做的像过去的遣送站 可能就不至于这样了 现在做的条件非常好 而且里边呢 那个工作人员都穿上了制装 制服 哎 后来我了解以后呢 由于这个文件的精神呢 建立了这个每个城市 建立这样的管理站以后呢 很多他们的内部子弟 都得到了就业 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都穿上了制服 是这样了 在这之前就业是相对比较难的啊 在内里的问题 大家去思考 我只是讲这个现实事实啊 而我之前说过 老葛不是复读机吗 哎 他的复读机被抄家 在前门抄的时候 就被人给重管给 哎 拿走了 还丢了两千块钱吗 哎 所以 第二天我报道以后呢 在博客上报道以后 第二天一个美国外教 一个老太太赶到天安门广场 然后送给这个老葛了一家新的复读机 因为他要学外语 他要卖国旗嘛 卖国旗他对外国人要打招呼 结果他口齿不轻啊 他也得跟老外戏打招呼啊 卖国旗啊 所以老葛非常感动 把这个就一直揣在怀里 哎 这样他和复读机一块被收容 在收容期间呢 这个管理战人员就有底下那 那那那具体的管理人员啊 把他的 发现他在听什么东西 认为他是在欣赏音乐 说你还有这份闲心啊 直接给他抽出来 摔在地上粉碎 老葛80岁了 当时78 立刻就哭了起来 他不是爱哭吗 特别脆弱吗 痛苦 后来见了我以后 一见我又是嚎啕大哭 而我那天就看他们的时候 管理战不是让我去吗 哎 我去之前呢 在外边的一个地摊上 先要了那么50串烤羊肉 我也不是富翁啊 但是这点钱我还是可以买得起的 然后我打算把他们接出来 在这吃一顿啤酒 什么都喝一喝 我是怕被别人没摊胃 所以跟一个老板 你说好了 钱都付了 我就进去了 进去后我也进行了安检 这样进去后 见到了我所收容 管理的这七八个这个流民 但是不让出来 所以当时这个 我把那肉就退了啊 给人倒配了十块钱 给人那个 摊饭啊 烤肉的摊饭 倒他十块钱 我就说这个收容站里 就是我这个流民里边有一个啊 是老是独往独来 他也没住到我们这个流民工坊来 他就是独往独来 他这个因为他的性格原因啊 他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 不愿意过这种所谓集体生活啊 所以不接受我们的救助 但是呢 我们定期不定期的给他们提供的网民 给他们提供的十块钱 当然这个谈是接受的啊 他就给我讲了个经历 说他已经四次被收容 哎 我觉得这怎么回事 他说东霸收容过一次 然后另外一个收容站 因为好 还有几个收容站嘛 就是不叫收容啊 就是管理办法啊 我还是用钱一个恶法那个说法 现在叫救助管理管理站 哎 另外的三家也把它弄去 就拉用车拉去收容 我说那你这什么意思 他不是要遣送一个礼拜以后 遣送哎不是就把你护送回家吗 回老家提供路费吗 他说不是叫我去以后呢 就把我的身份证一登记 然后呢 给你一个馒头 一杯开水 一块咸菜 你先一吃 然后呢 你要走的话 马上就可以走 待不到一天就让你走了 哎 他说他发现这个窍门以后呢 他到被第二个收容站收容的时候 他也不做辩解 说我已经被收容过了 登记过 他也不说 就被第二个救助站也拉去 拉去以后呢 也是照如法抛制 只有一家给了碗面条 哎 这是当时这四个收容站分别四次啊 把它 不叫抓进去啊 就收容进去 车拉了进去 哎 我们我说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他说他们都登记了我的身份证 我说那他们这个计算器共享啊 就应该知道你已经被收容过了 已经处理过你的问题 问题是 他说问题是我没回家呀 他们既然你说他们给提供路费 可是没提供路费 就是给我吃了个馒头 登记一下就让我出来了 这出这个问题要出来以后 想了很久很久 后来在和北京日报社的一个记者认识以后 因为这个记者对刘明做了大量的调查 哎 写了一篇报道 但是这篇报道 最后被弱化了 放在网络版 而且很小很小 而且过了几天就 就自己就卸掉了 哎 他告诉我 因为他是官方记者的身份 所以接触的更深一些 哎 他说的是这个 每一个救助战啊 接收一个收容一个流民 或者是无浊人员 不一定是流民啊 比如说我钱丢了 我也可以被收容进去 收容进去一个人 他就以一个名头 箱上报告 就可以领到一份钱 从政府那领到一份钱 什么钱呢 就是这个收容这个人 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之内 你帮他协助联系 他的家乡 这个通讯费 和他这个联系到以后呢 他这个往返的这个路费 另外呢 他在这个救助战期间的 食宿啊 这个费用 就每个人政府要 给你拨一笔钱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就想到了吧 这个一个名头很重要 我只要登记一个身份证 我就可以要到一份钱 所以这个 我这个流民朋友啊 他就四次被收容 而收容也从来不过问 你之前在哪个 尽管他自己声名了 没用 那家又做一个登记 就让登记登记 当然了 我想这是很简单 如果上班政府 一查这四个 被登记的四次 来领这个 这份钱 这昭然若揭嘛 他就可以拒绝 但是我估计政府那边 只是你一个笼统的一个数字 倒上来 哎 工章一概 确实有其事 就按照你要多少人 就给你拨多少钱 不可能再一个一个去查 对吧 啊 大概情况就这样 我们这个推理啊 和这个 后来这个记者提供这信息啊 这么一碰撞啊 我们知道了一个大概 这就是这个 在具体实施 温家宝这个善法的时候 又出现了这 这样的一些 一些问题 比如说 刚才对老葛那个 把他的 副毒机抢来扔了 这种野蛮的这个行为 和后来这个 重复登记 领取政府基金的 这种方法 对吧 哎 还有 这样的事很多了 哎 他们这个 财大起诉 哎 他们有车 每天那个车 就是石冬蜡 最冷的时候 这是上面要求的 哎 在冷 最冷的时候 你要到广场去 或者到流浪人员 集中的地方去 要开着车去 在那等待 一旦发现 就请到车里 取暖 然后把他们送到 救助站 后来这个王毅 还对这个非常了解 因为他和这些人啊 都很熟 而且和警察也很熟 哈哈 哎 警察都知道他 广场的警察都很 都很客气啊 知道他是职业流民啊 哎 甚至那个 两会期间 那个北方警力 加强北 北京警力嘛 从上海调来的警察 负责金凤铁路 那个就是铁路博物馆 那一带啊 那全是上海来的警察 哎 所以 那些上海警察 对流 对王毅海 更是客气 因为他不知道 王毅海 之前是流民身份 只知道他在这 广场是一个小头 哎 人有火套 所以没事打扇啊 哎 所以王毅海对广场的事情特别清楚 他就告诉我说是 哎 冬天最冷的时候 政府要求他们来救助 出门外出救助 他们就把车开到广场 停在那里边空调开着 他们就在里边取暖了 不出来 哎 一天去的时候出来一下 走的时候再出来溜达一下 转一圈 看见有人呢 就叫上去 没人了 他们就走了 哎 就说是底下这个办事人员 他在这个执法啊 哎 走走过走过场 哎 有利可图者干 无利可图者带 就懈怠啊 所以说是我们救助流民 还真不如你们这些网民们啊 大家自发的来协助我们 有钱的给点钱 没钱的给我们弄到工房里取暖 哎 时不时的请大家吃一顿饭 对吧 哎 我说当然了 我们这个也是 我们这个行为 也恰恰是 温家宝的这个 政府这个善法里边说到的 第三条目 第四条说到的 鼓励社会人员 私人赞助救助 哎 这个流浪无助人员 我们也是应该受法保护的呀 是吧 哎 刘明 哎 他们欣慰的一笑说 这个法还真的好 哎 尽管这样呢 我们还在 哎 草逆一个 当然就是虚拟的 就当初玩吧 哎 就是说对这个381号文件里边 不太完善的部分 我们又提出了一些 我觉得更具人性化的 哎 一些建议 哎 我们正在这个我们当时写了一篇博文打算出台一个来自民间的这个救助办法的一个法 就是在温家宝的这个这个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以改善 把我们改善的加在上面用红字标出这样流传 哎 试图用我们微小的力量啊 微弱的力量来影响再次立法的时候是不是能改正这个是吧 哎 因为我们这个做是非常必要的 我这样认为 哎 你比如说在南小街我们救助了这个在广场我们救助流民 哎 广场基本上没有遭到警察前门排出所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干涉啊 顶多是维持秩序是吧 不要在这逗留了怎么怎么 但是呢 我们把他们救助到南小街给他们安排住下住下以后呢 南小街的这个排出所呢 他们就不高兴 哎 当然他又没有也不敢明知说什么 因为我们救助流民是受罚保护的 文家宝文件里写得很清楚对吧 我这是我人这样认为的 他没法没法去干涉我们 但是呢 他有一次跟我谈话的时候 南小街那个 排出的警员啊 跟我谈话就说是 你要知道 你在我们这儿就来一个流民啊 就是代表着动荡分子 就不安定分子增加了一个 就一个元素啊 这样的情况要多的话 尤其是他们要在这犯了法 偷了什么东西 哪怕偷人件衣服啊 有只要有人报案 这就给我们这个地方管理减分 你把天安门广场救助了 天安门广场不吭劲 那是他们 你把他们救出来了 叫到南小街来 当然天安门广场高兴了 排出所高兴了 但是呢 我们这儿就危险增加了几分 对吧 我们就得扣分 一旦扣分呢 就直接牵涉我们个人公司 真是无奈 你听得都是警员 他们都怎么说话 就这样说啊 哎 这个情况啊 的确 这种情况故意有之 现在有之 将来我估计还是有之啊 哎 有待于我们公民 哎 栖心结厉 每人敢言敢说 哎 逐渐推动 哎 我们这个法的健全 法 善法的实施 恶法的禁止 对吧 就像三位博士 发起的 又有五位学者 推动的 哎 人大又配合 哎 温总理又又加一个果断决策 对吧 哎 完成了那一次公民立法的这个 一个壮举 成为一种历史事件 我建议大家听到我今天说的 你不管同意不同意 我说的准确不准确 您可以去看一看百度 各种搜索引擎去搜一下孙志刚事件 和城市流浪 无拙人员流浪乞讨管理办法 哎 这两个东西 哎 去看一看 好吧 哎 这就是今天我要说这个话题的原因 因为今天是6月20号 是在19年前 温家宝亲自签署了这个善法的出台 而在未来的8月1号 全面又得到了全面实施 所以我觉得这是 公民主张的意思 胜利啊 哎 我建议我们把今天要作为一种纪念日 而不仅仅是流传在 哎 历史上的今天 比如我右边这个文字 大家问我这是什么呢 哈哈 这是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发生的事情 同时呢 我的所有胡侃 在这个地方 哎 可以看到啊 今天是我今天这个胡侃 是几月几号的胡侃啊 这是附带说这么一句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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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